杀了他 一时间还无人可以顶替 诸位将领 看在咱们流血欧洲的份上 救我帮不欠一命啊 救我帮不欠一命啊 我若是富云啊 忠世如昌 统军不立 要治罪 请忠唐先治如昌治罪 忠唐受罪 忠唐受罪 方布勤 你看见了吗 看 看见了 看见了什么 看见丁军们和诸位将领 罪嫁 不晓得军法厉害 请忠唐饶我这一回 我这就将房子充宫 将两个妾送回原籍 以及为朝廷效力啊 你们都起来吧 谢专唐 我今天设了你 第一 是因为丁军们和各位将军力保 第二 也是我不忍杀你 并非你是北洋的嫡系 若论亲信 你远比黄瑞兰差远了 我不忍杀你 我是卫国稀才呀 罪嫁 受了今天这番教训 以后定将心思放在军舰上 不辜负中堂之恩呢 你也起来吧 谢中堂大人 邓师长 末将在 昨夜老夫深夜去巡查刘宫岛 所有的舰艇 都有人擅自上岸 唯独志远号 号令森严 无一人擅自上岸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身作表率 号令森严 而且据老夫所知 他世传儒家 从来如此 但是他真正的广东老家 却在半个月前 毁于一场飓风 妻儿老母都棲居在 临时搭起的板棚之中啊 末将 也是日前才收到家母的信函 中堂大人 您从何得知 我从何得知 不管你事 但请你放心 我已经派员 尽快为你修缮房屋 妥善安排你的家人 中堂大恩 不敢言报 从今以后 我邓师长 更是有国无家 好一个有国无家 你们大家若都像邓世昌一样 我也就放心了 看你们站在这里的 二十余位将军 正当盛年 一个个英气逼人 才华盖世 令老夫十分羡慕 想当年 你们作为大清的第一批 年轻的水师军官 留下欧洲 回国后 是老夫把你们 禁收北洋 成为北洋 各舰的舰长 偌大的中国 只有你们二十余人 能担任舰长啊 说你们是人中之缝 民族精英 应该毫不为过啊 难道 这就能成为你们 醉生梦死 盈盈狗狗的本钱吗 像你方伯谦 你本是个决定聪明之人 可是你那聪明用的 不是地方啊 都用在起乌纳窃 贪图享乐上去了 还有你 刘不展 我知道 你才明实远 老有干练 这才委任你做右翼总兵 我北洋主力 定远号的管带 这也不算辱没了你吧 然而你却油闲不足 油闲不足而不能言 我现在就能够